過年就快到了年貨大街 出現大批採買人潮 未除夕圍爐加菜 穿潔放假在家 不少人也會打麻將試試手氣 平常就是打麻將 過年會比較一些特別的 那那個骰子是有特別的玩法 一個人出個五百塊 那你就可以玩很久 我們會玩撿紅點 最傳統的撿紅點 那玩多大紅點 一分一塊吧 還五塊 對不對 我們純粹娛樂 當然親戚聚在一起 免不了會打牌 熱鬧一下 但這樣的行為到底有沒有觸罰 警方表示一般來說 非公共場所 只要有賭場主持人以及賭客 還有賭資 抽頭金 符合其中一項條件 不論是在家裡還是麻將館 就算職業賭場 只是日前新北市警方 查獲一起賭博案 查扣賭具 賭資以及抽頭金 負責人蔣姓男子坦誠 賭場內保鏢 會計 把風等工作 都是由他一個人負責 但其中一名純姓男子身上 攜帶一萬多塊現金 也被認為是賭客 以設違法財罰 但他解釋當天是被叫去吃羊肉爐 根本沒賭博 加上賭場沒監視器 沒有足夠證據顯示他涉賭 法院判免罰 過年再加小賭移情可別越玩越大 也要留意音量 避免太大聲惹來鄰居檢舉 遠景找上門 TBS新聞 吳居賢 黃靜芬 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